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日港股在低位争持,全日恆新指數未升只有10點 要和大家討論的題目,資金回籠撐A股 未講到這個題目之前,先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新指數升10點,收報24752 成交不多,只有618億 反應跌下來之後,在低位增持,買買兩閒 因為正在觀望內地及外圍的情況 內地今日公佈了PMI數據 官方PMI數字跌下來51.1 上個月是51.7,預期是51.2 實際數據都是比預期差和上個月 反映出內地經濟擔心會否放緩 不過,其實匯豐上個月20多日已經公佈了PMI初值 當時公佈跌至50.3 今天再公佈是50.2 再低了0.1% 其實上個月20多日公佈了這個數字之後 市場都開始一直都預計 內地的經濟是可能會放緩的 所以今天那個匯豐 今天官方PMI公佈出來之後 就不是說真的這麼大的影響 因為大家都預計了 好,還有一件事就是市場 其實就是不會放水、憧憬 我自己覺得少打少鬧那種放水的政策 其實是不停地做的 例如說是對三龍的信貸投放 或者對貧困地區的信貸投放 或者財政政策上的一些支持項目 其實都一直在做的 在補助經濟 會不會再加碼呢 看今日的PMI 其實就業的分類指數都跌了 市場都有這樣的憧憬 但我覺得這個憧憬就是 李克強總理都說了 現時的經濟都是合理區間範圍 我覺得除非經濟都是跌出合理區間 否則的話 你覺得內地會大幅放水 支持經濟的可能性 其實都不是很高的 那就是會少打少鬧 繼續都是有些信貸支持 是,但不會大幅 不會大規模 那好了 既然其實不會大規模 這些經濟 那為什麼內地股市 今天又不跌呢 你看到上升指數 今天其實是上升成18點 0.8個巴仙 這個升幅 是繼上星期五反彈 接近1%以來再升 你見到增持完 好像有些想破頂的格局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最主要原因 其實是內地的IPO凍結資金 在上星期五就去到高峰期了 其實市場都預計了 凍結完資金之後 就有機會釋放 這些資金就有機會回龍 現在內地傳到 會不會有整萬億的凍結資金 突然回龍去過股市 所以就作出利好的憧憬 你看到這兩天股市 反彈的幅度都挺厲害 就是在衝憬這件事 講到最快就是明天 星期二就有機會 那些資金就回龍回來 是還是不是 大家看看明天就知道了 但是從走勢來看 的而且確 現在是預期市場 有資金撲入會衝上去破頂的格局 因為這兩天的反彈 已經將之前幾天差不多的調整 大部分的反彈已經抵消了 如果真的衝上去的話 我自己的看法 還是看著2260、2270區 這個之前兩個 去年9月和12月兩個高位 2260、2270這個水平 如果上陣指數真的反彈的話 就會帶動到港股 你見到恆辛指數 今天就是連續第二天的升體 上星期五就出現了 低位出現了十字升 今天其實都是一顆升 不過是一個長手一點 就不是這麼理想的 當然也不是很差 因為它其實都是橫行整固 如果真的內地有資金湧入去 上陣指數可以破到上去 去到2260、2270 我猜是港股有機會反彈上25000 但是是否真的破到上25000 又未住 但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 上坡的話 我覺得恆辛指數在24100區 仍然有重大支持 就不用這麼擔心 好了,今天分析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